不会五行申克 这天 学生时常都会犯的一个老毛病 就是他们的一个五行申克 总是会有一个情况 而这个情况 各位就是一般人常会犯的 什么叫一般人会犯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八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申 好 请在座的各位 把白板上的这一个八字 五行申克写出来 把白板上面的这一个八字 五行申克写出来 我来看看你们 有没有犯了同样的问题 就是不会五行申克 有意义 来 白板上的这个八字 你们的五行申克 赶快 勇于 打出来 你们认为 这个五行申克 是要怎么五行申克 那这样子要怎么五行申克 你看 申 五 毛 有 来拒钱 赶快 我看看你们会不会五行申克 这个五行申克 是什么情况 申有金 申子 申 银毛木 他一个五火跑去哪里 好 那再来 再来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第一个答案 好 有人已经讲出第一个答案 再来 各位 你们认为 这个八字 银 子 毛 有 大运 五 流年申 这个五行流通 要怎么流通呢 各位 五行派就 看五行流通 这没有合 就只有单纯的五行申克 那 要怎样的五行申克 请作答 今天 这个学生 就被我念这一个 这个学生就被我念这一个 为什么呢 各位 为什么呢 看看你们的答案 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各位答案 还有 来 各位是哪一个 123 哪一个 哪一个 有人说1 还没有 各位 这些都是五行申克 哪一个 各位 你不会 你不要以为 五行申克就只有一种 这些都是五行申克 所以 各位 五行派 很多人就会这样 五行派很多人就会这样 同样的字 你看 就有三种的五行申克了 到底是哪一个 有人说第三种 有没有人说第二种的 大运流年先作用 本命有何再合 对不对 大运流年再进来 先批羊 处理 好 各位 这边有三种排列组合 这边有三种排列组合 到底 哪一个才是对的 跟各位讲 很多人同样的 五行申克 永远 都只有看到克 没有看到申 所以 这个都不对 但是 你们很容易就会批这样 火克金 水申 木申 火克金 不是很顺吗 但是各位 这个金 又可以来申水 最后一个字 被克了 他怎么 他怎么还可以去申人家 所以 这一个 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 来讲 他的一个排列组合 是上面这一个 也就是说 学生太容易 都只有看到克 而 没有去看到申 好 这时候 要再来 李瑞昕你好 这时候 要再来考考大家 同样的八字 来 12 我对调 好 我把他对调 来 这种情况下 他们两个排列组合是怎样 这两个 我把大运流年对调 排列组合是什么样 我很久没看你们要考试 不考试 妈的每个都 退步 对不对 来 一样吗 各位 一样吗 当老师 会这样子问的时候 里面一定有诈 里面一定有诈 所以要好好的思索 不要被老师牵着鼻子走 这时候你们 都很会猜老师的心理 来 再给你们 我对调 还有没有人 要说出不一样的 看法 圣经课0.5 他本来他的排列组合就是圣经课0.5 好 我们一二 排列组合是一样的 也就是都是 圣经都剩一半 有金 生植水 生银卯木 生五火 好 今天的重点 不是在考你们 这个排列组合 他们两个 都是一样的排列组合 好 我想要问你们 一件事 然后Hc0 假设我把这一个金当作是财运 好 一 还有二 哪一个财运好 重点来了 就是要问你这个 排列组合 都是这样 来 一跟二 哪一个财运好 哪一个是比较差 谢谢你 来 一是好 还是坏 哪一个财运好 一好好好 为什么一位好好好 哪一个好 哪一个坏 你不要看到 就对调而已 排列组合还一模一样 对 这两个 这两个 排列组合一模一样 哪一个好 哪个不好 看起来都一样 实际上 还是不一样 为什么 我们要先知道 第一个八字 大运势在五 所以 他的一个 大运的排列组 有金生紫水 生银卯末 生五火 好 所以他本来财星是一个 那我们刚刚知道 他多了0.5的 生金 他本来一个 现在这样 我们来看这一边 生有金 生紫水 生银卯末 也就是说 这边 一一 可是到最后 他剩下 0.5个生金 再配合一个有金 OK 你好 所以各位 这两个 原本他只剩下0.5 跟一个有金 那这边 原本只有一个有金 还多了半个生金 所以 你就要知道 上面这一个 假设 金是财运 他是会变比较好的 但是 假如是下面这一个 他是变的 比较差 所以 各位要清楚的知道 不要 眼睛只是 看着克 有生 你要生 了不了解 有生 你要生 然而在这里面 假如 我们要先知道 这两个火克金 所以这个金受伤 但是因为有救 还有一半 但是 你们要特别注意 月儿想想你好 假如在刘月来讲的话 真正会大破财的 来 各位 在刘月的角度 会大破财的 是第一个 还是第二个 各位 在刘月的角度 会大破财的 是哪一个 各位 是第一个 不是第二个 第二个 反而他虽然破 可是他是有机会 会回来的 但是在第一个 是他本来就只有这样子而有 他最高只有这样 而且很有可能 还会再更烂 也就是说 好像多了一点点 但是他最多就这样 而且还只有更烂的像 那这一边是最低 他就是这样 他还会再回来 各位 在这里面 他就有不一样的现象 老凯哥你好 他就有不一样的现象 各位 所以在五行派里面 这些东西 你都要去清楚 所以 各位 你就知道 假如 我不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跟你们讲 你们全部一锅中 乱成一团 但是老师厉害的地方就是 只要透过老师大声一点 他妈的 不会了 全部都变会了 为什么 因为只要被骂 神经紧绷 哎呀 食伤就突然变聪明了 你知道吗 什么都会了 各位 这就是 在拼命里面 你会赢人家的地方 你要不要解 这就是细为下 他的最高就是这样 而且还只会往下 他的最低就是这样 他还会回复 老四位 表面这个是会好一点 这个会差一点 但是他的好一点就是这样 还会更烂 这个虽然看起来差一点 实际上他会回复 各位 各位 这一点 为什么会跟你们讲这些 不要只是傻傻的五行深刻 看起来五行流通都一样 但是他里面还是有不一样的现象 各位要去清楚的知道这一个 当然你学完了五行派 老师这样子给你们提醒 你们当然知道原因 但是各位 总是有copy版的嘛 有山寨版的五行派嘛 这样子一讲的话 有听没有懂 哈哈哈 这就是老师跟学生的暗号 要不要解 所以 你懂不懂五行深刻 各位 五行深刻都一样 那要怎么去解释 他的内容 各位 这就是老师隐隐的地方 所以 批出来 对不对 要不要解 批出来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老师比较厉害 因为 雕砖嘛 就是第二个要跟你们讲